欢迎大家来到创业军事的时间 香港的女性真的越来越聪明 职场上占役职位越来越高 工作范畴也越来越大 不止职场上 创业也越来越有成就 Felix 是否越来越多女性出来创业 根据一个研究显示 其实在6年前 男女比例的创业只是7比3 但到今天大家都猜不到 其实男女比例的创业已经到6比4 而且趋势是女性不断地攀升 什么时候要超越女性 应该不久的将来 就可以超越男性的创业 那女性主要创业是什么呢 研究有三种比较多 第一是美容 第二是手工艺 第三是开网店 今天我们邀请来两位女性创业家 跟我们谈谈谈 先介绍两位 有Bilsky Medical的创办人 和行政总裁Jayvy Hello 大家好 还有HK Romance Dating的创办人Yubi Hello 大家好 两位都很美丽 两位美丽 戴着口罩而已 不戴口罩更美丽 更美丽 其实两位我们之前也做过访问了 今天再跟你们谈谈谈 香港的女性越来越厉害 不论在职场上 做生意也是 越来越多成功的 女士的创业家、企业家 所以今天要问你们 其实 女士创业 究竟是 着手一点 还是彻底一点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 问题出来呢 要问Felix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职场上 都觉得 应该有自己的能力 去做他那方面的专长 但其实 原来性别 都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在里面 但究竟是 着手一点 还是 洩抵一点 今次要两位嘉宾告诉我们 对了 简单都介绍一下 Jayvy就是做美容生意 做到很漂亮的 很多分店 很多分店 过山海 我都见到她的男朋友 对了 Yubi也是做 Speed Dating 一个近年来 都是一个叫做兴起的行业 因为香港的男士女士工作 很忙碌 真的要把时间 如何去结析到另一半 我也想问一下两位 为什么会走上 创业这条路呢 为什么会做Speed Dating 为什么会做美容生意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 都是Speed Dating的成功个案 希望透过自己 一个幸福的故事 去帮助到更加多人 刚才你说到 创业是艰辛一点 还是比较多一点 其实我觉得是艰辛比较多一点的 因为在创业的 公司建立到现在 大约五年多 大约第六年 其实很多时 我会面对一些女性 必须面对的阶段 就是结婚啦 杀小朋友啦 怀孕啦 这些 最初创业的时候 头三年 少女没所谓 未嫁 什么 冲冲冲 但当你有了家庭的时候 时间分配上 身体状态上 我觉得这些是男士 是不需要面对的 嗯 即是你觉得女士创业 比男士 更艰辛一点的 因为要顾多家庭一重 嗯 没错啦 好的 Jeffie呢 Jeffie 当年 为什么会创业呢 因为我真的很贪美 我真的很喜欢 扮美 也都很享受 给别人帮我扮美 所以 久而久之 又出去 经常被别人黑色 整天都是躺下 在厂上又扮我这样又那样 我觉得很烦 那我就 不如把心一环 自己开一间店 提供一些叫做 绝不眼銷的服务 让香港人可以扮美 两位创业的原因 都是因为个人体验 一个就是因为用了服务 觉得 咦 挺好啊 就去做这一项生意 你本身就喜欢扮美 真是很贪美 是的 所以就去做这一项生意 但是你觉得 女士做生意 给男士呢 Yubi就说 其实真是多一重艰苦的 是 你怎么看呢 我自己个人就 不知道为什么 实在太享受做生意 那我又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 又不会觉得自己刻意去做一个男人 所以呢 你问我在创业 整个过程当中 生孩子啊 结婚啊 或者要照顾家人呢 我又觉得都可以平衡 但是你问我是不是会 作为一个女性的 俱学会多一些 可能同学或是有些人会 迁就多一些 又真的都可以的 俱学会的制愈都不错的 嗯 嗯 听到呢 Jubi就觉得 好像女性就有少认识 有少认识 多一点点的 那我又做女性行业嘛 是 那我做女性行业 那当然 感觉就会是 好像很切身那样 对不对 所以我自己做事 那Jubi的方 就会觉得 可能 有女性 有很多不同的 可能有些 routine 例如自己可能要生儿育女啊 等等 那其实这个过程 在网络程度上 可能男性不用的嘛 当然男性都会结婚 是的 但他不需要坏胎十月 是的 所以等等 所以都会影响着 究竟男和女創业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分野在的 但我觉得 可能性别上 起码 你做哪个行动 就像JT所说 做美容业 原来对于女性 是有着数的 那你会不会觉得 是 除了美容业 或者Speed Data 相对 就是着数一点的行业 你觉得会不会还有其他 例如在创业初期 我们透过一些商会 会认识到一些前辈 可能是已经创业很多年的一些男性 那我都会很开心问一句 咦 可不可以 大家交流一下 例如在做生意上 有什么提示我分享 就会呆呆呆呆呆 我相信男士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就会找日我们 再约出来吃一下饭 再深入一点聊聊 那我就闻到味 之后我就不觉 那不用了 不客气 但是你有没有试过 我很抗拒 你很抗拒 我极度抗拒 那么多年来做生意 首先人们第一次看到我 会觉得我是一个花瓶 而且我给人的感觉 虽然我又不是特别强势 所以变相都会有很多异性 就是会觉得 像刚才Yubi所说的 我们深入一点聊聊 喝杯咖啡 我很抗拒 我很少会刻意去花一些私人时间 单对单和异性 可能就算是老板 很少时间跟他们相处 我觉得男性创业就不会有 没这些秘技 我也觉得是 比如你说男性创业 很多时候 当然现在我觉得创业风格有些改变了 但是很多时候 以前做生意 我听一些石属伯伯说 很多时候晚上要出来吃饭喝酒 但现在大家都习惯了 晚上大家都回家陪家人 下午的时候就出来吃饭 很多是下午聊天 你的圈子是 是吗 都仍然有很多 现在是 是呀 是不是他们生意比较大一点 上一辈的那些 年轻的那些 我不知道 我见很多他们现在 经常私人地方喝下东西 都是健康的 那不同年代 我相信都有他们交细认酬的场合 但是似乎有些我觉得是 好像辰底一点 因为男士 你摸着酒杯带喝东西 容易谈很多 那又是 出来那一刻都不是说 不是说生意 喂 喝杯东西 今晚有空 Happy Hour 喝杯酒 这样就会 女士好像少了这个交流渠道 这个会不会是 另一方面 我觉得 以沟通上的话 男士和男士做生意容易沟通一点 我不知道有多少可以是 女士和女士合作一门生意 因为始终女士做生意的数目 是比男士少一点 通常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自己在SPEED DATING来说 我觉得有点好处 因为香港本身单身的女士 比例上比男士高 所以我服务的社群 很多时候 女士可能佔六成 男士是佔四成 所以在我崗位上 我可能照顾一些大群众的客人来说 就会比较细心 比较贴心 有时男性来帮助我们 他会要求有没有男顾问 我公司也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 在沟通上来说 男人可能跟男人比较合调 所以在我的行业来说 会着素一点点 因为单身女士多一点点 JV呢 你会不会像阿天所说 男和男之间 沟通反而是比较男和女之间 比较容易一点点 不知道 我跟男人比女生更好 所以就算我单独和异性 晚上出去吃饭 我约上来公司谈 不喝酒 喝杯咖啡喝杯水 都可以很多东西说 对 通常美女都是男士多个女士 从中学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不单做生意 我试一下调转一个角度来问 两位例如做速度线 和美容生意 的确我觉得女性去做 始终是容易一点点 例如速度线 起码你和客人沟通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容易一点点 或者容易一点 去表达自己真的感受 告诉你 男和男 或者女生告诉一个男生 这个位置总是差一点点 或者做面团也是 我相信 都是比较多女性做面团为主 客人来说 但会不会是调转一个身份 例如你认为你们是男性 而男性去做速度线 和美容生意 你觉得会不会是难了 我觉得在速度线行业来说 男性去做 可能在一些活动的现场来说 女性可能带动气氛 以及去照顾客人带位 引导话题 可能亲和力 和设合会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要去到单对单 订阅的时候 男人和男人说话都可以深入 例如我和一位男士单身人士 去做订阅 可能我会问他 会有点尴尬的 会有点尴尬的 我问他 例如你有过一段婚姻 之前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呢 会问一些深入点问题 但他未必会如魂托出 但可能跟男顾问说到很深入 也有点尴尬 我自己就觉得作为一个女性 做回女性的行业 当然是着数很多 因为如果我作为一个男士 我都不知道原来生完小朋友之后 可能盘底肌肉会鬆的 会尿心的 但因为我自己有亲身的经历 有很多东西 所以作为一个女士 做回女性的行业 也确定是着数点 究竟创业有什么女性行业 你们心目中 还有做美容SPEED 这些事情之外 有什么合适女性行业 不如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再说 继续分辨来创业军司的节目时间 上次说到 就是做女士的生意 女士的创业 都是跟她本身的经历有关会好些 譬如Felix 刚才的统计也说了 譬如女士大部分香港 都是创业做美容 网店 手工艺 而两位亦都是 做SPEED DATING 还有做美容 你有哪些生意 你会觉得是合适女士去创业 我会觉得是 关乎女士亲身体验 个人经历 这些就会好些 就像我们SPEED DATING公司 其实是顺利成章 引伸到第二些行业 就是可能帮女士去扮静 卖衣服 头发 例如一些头发护利用品 一些卖衣服 穿什么裙 去DATING的时候 会交分 穿什么颜色 其实都是顺利成章 去推进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一些亲身体验 还有最重要 那个人如果要购买 一定他要有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找到他的需求 其实再去发展这门生意 就会比较容易 JV呢?JV有没有觉得 除了做美容之外 有哪些生意 我曾经心仪都想做过 觉得这门生意 由女性去经营 的潜力特别高 卖空围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很重视空围 除了扮静 其实空围也很重要 有些位置是要保持的 所以我想 卖空围是挺贴身的 我试过去一间店 会交你怎么拨 伸手来拨 如果大家去女性 便方便很多 都是一些与女性体验有关的行业 这些我想我和天宁学不到什么 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打出缺口 我们的生意可能做得很好 对 可能是一个坚明 也不出奇 好像以前那部电影 又设计又有建议 都立即研究一下这件事 内地有些同事卖口红 是的 很出名 我想问问两位 传统也会觉得 女生尤其是 我本身有个妹妹 她也做生意 但我记得小时候 爸爸妈妈经常跟我妹妹说 记得将来嫁个好老公 做个好主婦 上夫教子就可以了 但最后我妹妹也走出去创业 其实你觉得 女生应该有个权利 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自己的人生 自己创业就是创业 追梦想就是追梦想 我觉得两样东西都要 因为除了你要教个好老公 对自己好疼自己之外 你做女生也一定要 不断充实自己 保持着自己的一个价值 你想想让你教到一个很好的老公 你老公是100分 但你停留在20分 那你80分的距离 她可能就会觉得你不足 而且有时候 如果你自己本身 都不会是不断充实自己 跟你会答不上嘴 谈不到 所以有时候 我试过有一次 讨论一个女生 很小 我24岁 她说我想27岁前结婚 那你结婚后有什么计划 老公养我 我打算不做了 我问我为什么 妈妈教的 我真的说 所以我后来再跟她谈 其实女生在任何阶段 都要保持着学习能力 还有要保持着自己的一个优势 不可以认识了老公 任由她 什么都会付钱 Yubi不单是做SPEED DATING 而是做家庭婚姻护导 你告诉她 你认识完男士之后 如何将关系变化成婚姻 婚姻之后如何维持婚姻 你也告诉她 一旦说完 一旦要的 所以我们有婚姻辅导 和婚前辅导 在我们公司也有 所以我们发觉 譬如一些婚姻 在婚后发生问题 很多时候就是 因为男与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男士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的职位各方面就越来越高 但女士可能真的长时间在家 令到下班回家之后 我跟她真的可能有两三年 都没有说过话 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觉得女生真的 任何时候都要自强 JV呢 其实都赞成 因为其实刚才Yubi也说了一个重点 其实香港人很多时候 婚姻出现很大的矛盾 某程度上就真的 传统上 女士就真的要上夫教旨 男士就在外面拼搏 变相回来 其实的话题是越来越少 矛盾很大 甚至很多时候 男士有个心态就是 我赚钱的 不是我这头家就应该不成型 变相不是很平衡 但是你说如果女士也有她自己在家庭上 除了照顾家族之外 有一个可能是收入上的投放 那就是会好一点的 我自己个人的亲身经历都是 要看人家的面识 不得了的 不能平衡 在这个位置 我又要跟各位女士 不论她是职场也好 做生意也好 家庭主婦也好 说她的官道说话 其实在家照顾小朋友 照顾家庭 更辛苦 比我出来打工和做生意 很困难 整件事真的很辛苦 所以真的 全职家庭主婦更辛苦 全职家庭主婦 工作崗位非常重要 也非常辛苦 这样说 例如你们做生意 和做家庭方面 其实不一定是对立的 因为很多时候 有些朋友都会觉得 譬如我太太出来做事 或做生意的话 她占用的时间很多 没什么时间去照顾家庭 就觉得似乎 好像你有自己的事业 就比较难 比较跟家庭的关系共存 其实不应该这么看 不应该这么看 反而我老公 要先辅导一下 反而我老公很恩 所以说 幸好你创业 幸好跟你拍拖的时候创业 如果你还在以前做媒体 跑那些时间 花十多个小时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认逢你 我以前也做这一行 是的 你想想 你真的可能在高等法院 你等一天了 所以她就说 幸好你创业 因为创业 其实我们每个地方都可以做事 譬如同事有什么问题 一个电话打来 我做决策 在家 我马上又可以处理公司很多职务 所以我不是一定要回到某个工作岗位 才可以做到事 而且令到我跟先生的距离 是拉近了 因为我自己工作上 有些问题 我是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 而且我是一个比较素质 就是不是很敏感的人 我老公也做金融 所以我问他很多事的时候 他真的觉得跟我有个连结 我们没有脱轨 没有脱轨 其实是觉得 而且在小朋友的眼中 他觉得 妈咪很多时候 亦是给她的形象 就是回家又会陪我玩 出去工作的时候 让她觉得 妈咪其实也是很努力 很努力的 其实这件事我反而觉得好一点 妈咪的感觉是一个十项全能的妈妈 对 没错 JV呢 我也是 你也是 因为我自己个人都觉得 幸好我是一个老板 是 你老板的话 你时间分配自由很多 还有我现在的团队也很成熟 很多时候我可以很放手 给他们去处理很多事情 所以我可以 就算这段时间 我小朋友没得上学 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在家里陪他们 还有你说 如果我真的 可能全职做了一个妈妈 可能我和小朋友的关系 反而没那么好 功课都收拾了 见得多都闻 反而我有点时间 我又要上班开会 但开会以外 团队旧成熟 我可以多点时间陪他们 所以关系好了 我见两位都是很成功的女创业家 跟各不让苏美 会不会有点建议 可以给新进的年轻女创业家 18、20年已经出来创业 会不会有点建议 有些东西应该多做 有些东西不要做好 我觉得少点怀疑自己 多点相信自己的眼光 因为你20多岁出来创业 我已经都经历了这个阶段 身边很多人会跟我说 你创业 那你就没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很大风险 又要什么租 又要什么工资 你是不是想清楚 太多怀疑的声音了 如果你说女生创业的话 我觉得真的要相信自己的眼光 相信自己的能力 你觉得对的东西 你就着力去做 就行了 相信自己 是的 我觉得就要 work life balance 你不能离开公司之后 仍然带着一个很老板 很bossy的口吻 去跟身边的人相处 另一半相处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个人做事 就很传情投入我自己个人的身份 但其实如果真是一个 中谷 比较新进的女创业家 就真是尽量work life balance 记得自己的身份 不要把你的身份 又带回家 对你的家人 或者对你身边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 男士与女士 创业背后的原因 都有不同 可能我和Felix 男士创业 很多时候 第一可能为成功感 又或者是为收入 希望多些收入 照顾家人 令你生活好一点 反而有时女士 我和朋友聊天 他们的创业背后的原因 是希望多些自由时间 希望你用创业 更多空间 如Yubi所说 我在家都可以做事 从而多照顾家人 所以男士与女士 创业原因 可能会有少少的分别 今天多谢两位同事 上来和我们分享 下次再聊 欢迎来到创业军司的时间 今天我们继续 和Felix请来两位 女性的创业家 和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现在当下 疫情的时候 如何自强做好自己的生意 先介绍两位 有Bilsky Medical的创办人 及行政总裁 JV Hello 大家好 另外另一位 就是HK Romance Dating的创办人 Yubi Hello 大家好 Hello 两位好 说到两位的行业 其实根据一个研究显示 就是香港美容业总会 和香港交友药业总会 都分别做过调查 就是说这两个行业 在疫情期间 基本上生意都是重仓的 兼且有很长的时间 都在关闭营业 其实两位在这段时间 有什么招数 是可以令自己的美容生意 和Speed Dating生意 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例如单身男女这方面 其实刚性需求一直都在 尤其是女士29踏入30 这些重要关口 但是奈何疫情之下 令她们被迫要停下 这一部分 但她们是很不想停的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整个行业 我们就会在这个阶段 为她们提供一些增值服务 例如一些网上的约会技巧班 心理那些九人人甲班等等 令她们可以知己知彼 和在整个约会的流程里面 都可以更加顺利 在这个疫情过后 见到心仪对象 就一击即中 实体的Speed Dating活动就做不到 但反而将Speed Dating活动 统统放在网上进行 没错 而且她们自己本身 求学之心都很强的原因是 我要脱单 所以她们都会问 其实我平时穿衣服 都被同事说我整棵树 你觉得我穿什么颜色会好一点 我们也会有一些形象班 在网上去举行 一些单身的女生就会来学习 而且有些约会技巧班 其实她们都会很踴跃地报名 但听起来都是课程为主 如果我真的很想认识一个女生 或者女生很想认识新的男性的时候 其实你们的活动 如何在网上是可以进行得多 我们也试过统筹一些新型活动 就是在网上打机连线 大家透过这个游戏 即是打机式女生打机式男生 没错 我看到对方的样子 然后去认识 第二就是有些人说 我反应又慢 竞技游戏全部都不适合 我们就会在网上 可能分开每一个check room 一男一女在内自己单独聊天 九时就叮转 然后转位 九时叮转位 在网上令到大家 可以结析到儀性 有些朋友就很崴 亦有传统的朋友觉得 我上镜的样子不靓仔 不靓女的 那当然不参加了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都会有他们一定的需求 Yubi就说了 他们面对疫情状况 生意可能受影响 怎样转型 我又问一下JV先 我想问本身 现在因为疫情之下 也有不同的措施 在管理不同的行业 希望疫情聚集少一点 希望疫情可以快点过去 就依你们美容为例 其实我想知道 那个影响性 现在是有多深远 其实说白一点 有什么时候开始呢 生意下 开始你感觉到 已经是下跌下去了 那一停就下跌了 是吗 今年说的是 真的新年之后 已经是 没有那么夸张 有什么时候开始呢 那停吧 停业吧 如果不停业 美容业是否五月的时候开始 之前也有一回合 之前也有一回合 4月 4月那时也有一回合 停了一段时间28天 今回合现在三十几天 不知何时开始 但其实在我个人的角度 我们所有分店 就真的按照政府的规定 就真的是停业的 但是你说我们 是否可以 继续去提供一些可能 咨询 因为其实很多客人 在这段时间 说我们Central停业 不可以提供这个治疗 但他仍然都可能是 很心急很想办理 我们都会安排 有些可能有些医生 有些咨询师 会提供一些意见 所以变相 你说开业之后 会不会很影响之后的生意 其实也并不大 因为都已经安排了很多不同时段的 职业 虽然看似有几十天 现在前线休息 但我们整个后勤写字楼都是无停的 但我也听过一些 可能相对他们的规模 没有那么大的美容中心 他们的经营压力都大 因为怎样说呢 他们的职业停止了 对于他们那类型的压力 都好像挺深远的 一定会的 所以我觉得 要多些关注我们这个行业 的确实经常被忽略 还有我们真的有很多实体店 他们叫做交租 交租 都真的被忽略 但你问我自己个人 Cash flow很重要 这是我直创业到现在都很关注的事情 所以面对这些疫情 我自己对我个人的心理素质的影响 就不是很大 Yumi刚才说了 他的行业怎样去转变 你有什么招数应对着呢 你刚才说过 可能你都还有些咨询服务 有没有其他招数来用 有什么招数去应对着 我不是继续提供这个咨询服务吗 然后开店之后 就立刻做 提供服务 收钱 因为其实我们的侧客底很强 所以变相 你说开业之后 会不会有很大的担心 没什么 因为始终扮靚是类似最重要的需求 现在就继续跟客人的关系 一开的话 他就会 戴着口罩用多了 有人扮靚 因为有时候 之前你打少许东西 戴着口罩人们都会觉得你很明显 你整个 但现在不是 你戴口罩是一个 一个必须的时候 可能更多了人扮靠 我戴口罩之后 我男士的皮肤都差了 有点粒粒 有很多的生意 听两位所说 疫情几间 其实对于两位的行业 都真的有一定的影响 Touchwood 假设疫情真的持续下去 其实你们会否继续坚守自己当初创业这个项目 即是Speed dating和美容院的生意呢 当然会继续坚守 因为始终香港单身男女的刚性需求太强了 可能是 有时候有生活圈子很窄 这些 真的会令到他们很多时不是不想认识 或者自己不是不够帅男女 而是真的认识不到 所以疫情即使持续的话 其实那个刚性需求一天存在 我们都会继续提供服务和deliver我们的服务 因为需求还在 我都会坚持 因为这个是我的兴趣和我的事业 所以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问 你会不会移民 或者是将生意卖盘 其实的确是很多不同的大型的上市公司 或者很多大老板去approach我们 但我自己个人 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自己公司 或者转行业 这个都是100%的 会不会除了自己的本业之外 在这段时间都开了不同的支线 例如你现在看到 因为其实两位都站得很前 跟我们一样 常常会在不同的平台见到两位 现在你见到很多行业 也有些新型行业 例如网上的销售 网红带货 又或者推自己再前些 做多些QL的东西 会不会开多些不同的支线 让自己公司的收入渠道广一点 因为本身公司的人手都在 他原本做开的事 可能因为疫情期间暂停了 工作量在那边减少了 但人手又在 人工又照支出 铺租又是这样 办公室做了什么 会不会开多一些支线 令自己的业务范畴 在这段时间扩大一些 我公司所有同事在这段期间 没有那么忙 就是要上一些心理辅导的班 去做一些辅导学的进修 关于婚姻的辅导 婚前、恋爱等等 希望同事在辅导的底子 打根基打得稳一点 在跟客人谈 和了解他们的找要求 可以多给一些实质的意见 而且有时我们透过咨询期间 才发觉香港人真的挺大压力 例如我举例 有个男生过来做咨询 他说他每次纪念的时候 就肚痛 他肚痛那种肚痛程度 是没有办法忍住 那种要马上躲在厕所那种 后来我们再跟心理治疗师谈 同事的反应 原来是有个惊恐症 就是在日常的时候 会无故的害怕 就肚痛躲起来 那其实 比如一些都市的压力疾病 或者一些情况 我们的同事受到一个 更加好的训练之后 在前线可以帮助更多人 Yubi就选择了在疫情几间 同事去增值 就是学多些东西 令到将来疫情康复的时候 起码可以多些服务给到其他人 JV在这方面是否知了什么 我自己个人 因为一直以来我工作 有很大部分的原动力 推动力都是回馈社会 在这个时间 上年社会事件 和现在疫情来说 我会做更多慈善 买更多口罩 或者是社会其他弱势社群 有需要的物品 就捐给他们 那我的同事最近都是集中做这方面 好 非常之好 那待会可以回来 和JV再谈那些 近期虽然疫情影响生意 但在社会方面 可以做到什么贡献呢 那我们一会再谈 继续回来创业军事的节目时间 Felix 其实刚才都问过两位 就是疫情期间 生意是受到影响的 但也要保持着 不单止说自己 同事之间也有不同的进步 譬如Yubi这样说 同事是要进修不同的心理学过程 起码可能迟一些 疫情过去之后 又可以同事经历多些生意 又可以多些不同的门路和渠道 JV都说了 既然生意受影响的话 就是做生意 我想除了盈利之外 亦都要说贡献和回馈社会 刚才说到 他都现在做很多 我们叫做CSR 帮助社会 弱势社群的一些事务 可不可以再说多些 其实就是 我们申请了一个基金 我会透过那个基金 去和不同的一些 可能是非牟利机构合作 其实过往几年都有 派一幅袋 还有我自己个人很有趣 我会将公司的一些疗程 结合去慈善 即是你要享用这个 这么优惠的价格 去买这个疗程 就要捐一定的款项 去不同的一些机构 如果我没记错 公司其中有一个 好像的决路 对于慈善项目 一截慈善脱目 不是这个 是帮一些弱势社会人 教他们是否一些美容 整合 有门手艺 新移民来香港的妇女 或者是单亲妈妈 我们都想给她一技旁身 所以现在都会教很多 他们怎样做手甲 或者是帮人护理皮肤 听完两位的分享 我觉得两位都很厉害的 因为在疫情期间 老实说 你两位的行业 一定是大受打击的 基本上很多时候 很长的时间 停业 不能去经营 但我见两位都很积极去面对 例如Yubi 他会积极去 学多些新的东西 或者将自己本身的 辅导的技能去增值 例如Yubi 也会藉着这段期间 做多些不同的事件 去服务不同的社群 甚至可以帮自己公司品牌 也可能会去到另一个层次等等 所以我见他们两位真的很积极 但会不会因为在疫情期间 其实这种积极 面对变痴这种精神 或者这种看法 是怎样去做出来的呢 因为你一定要保持着这个状态 你才可以带领着下边的同事 你想想你回到公司 同事会说 又停14天 又没有 他们都已经捱的时候 你不是跟他们一起捱 你要有一个模特儿 和你的正能量 真的要去紧要 我们不紧要 OK 我就有这样的计划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段时间 继续去走过这个疫境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实我们这么多个月以来 我们都是没有停身 没有冻身 没有炒人 因为我觉得 一停一冻一炒 整个气氛 整个团队 整个公司 时器就会 伏了一声 我希望透过自己 我们都努力去撑住这段时间 大家都可以一起走过这段时间 JV呢 是什么动力令你继续下去的 这些真是叫做 企业家的精神 其实如果在所有创业的一些朋友里面 我想他们都知道 其实不仅是今次这个疫情 或者社会事件 我们才会有机会面对低潮 其实做生意一向都一定不是顺风顺水 那究竟怎样有这个心态 去经常去提醒着自己 花毛白日红 所以你问我 为什么有个疫情出现 或者各方面对我的人的心理打击 不是很大 就是一直都要散意到 有个高低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自己就会坚持着 每天都是回去可能开会 带一些正能量给同事 还有我会给一些 更加前瞻性的资讯给同事 让同事可能不会停留了 可能是现在 限于只看到新闻的那些资讯 我给更多可能 如是5至10年 之后香港大革命是怎样 然后你们有什么心理准备 跟他多些谈这方面 所以同事现在都很积极 我也很感谢我的团队 我想现在做生意的 各位的企业家 最重要是什么 好像你这么说 外围环境 其实大家都感觉到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捱 但最重要是那个心态正面积极 还有寻求多些不同的合作 我反而觉得在这个位置上 是的 那个环境经济环境 预示都不会太好 但不要只是自己坐在公司 出去见多些人 不一定会有生意回来 但譬如我们今天说 一会儿可以 不要说喝茶了 聊聊天 看看会不会有些东西 大家出大家的资源 可能那个合作上是大家出资源 不是一定要有金钱上的投放 你会有一门新的生意 有一个相互 会出资源 没错 真的这一刻要见多些不同的人 让大家谈多些 看看有什么不同的合作方案 撞多些机会 撞多些机会出来 如果你简单说 你卖鱼蛋就卖鱼蛋 你卖牛杂就卖牛杂 但如果你们两人一起合作 就可以卖车仔面了 可能有多个机会了 就不用困在自己的角度里面 是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你们呢 你们怎样看呢 我见到有些朋友他出书 为了一群企业家 如何面对这个逆境 几十人出了一本书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集结 因为那本书是充满正能量的 互相鼓励 互相鼓励 而且有时候在这个期间 各行各业都受到打击 反而你与商家团结起来 看看有没有资源可以共用 互相的引战等等 等等这些 其实都是可以令到大家的力量 就不是那么单薄 可以强大大家的力量 嗯 那两位的创业心路历程 都相当之不简单 所以在疫情期间 依然期得很硬正地走前 所以这里应该要再偷多些事量 向两位 即其他创业家 其实这段时间 在疫情期间 都真的困境还在 你们会不会有少少勉励的话 可以和他们讲一讲 互相去勉励一下 嗯 我觉得在这个疫情里面 其实你不是孤身作战的 其实这个疫情是大家都在面对着 和大家都在走着这一段路 那不要经常觉得 哎 那么惨 一定是只有公司那么惨 其实就千万不要这么想 反而就要想一下 在这段时间 我怎样可以装备自己 令到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那么在这个疫症一过去之后 你要想一下 哇 突然间这些生意涌起来的时候 我的承接力究竟有多强呢 我能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 或者是更好的服务 去给我的客人呢 那么这一件事 大家都可以在这段时间 去想和充实自己 我会觉得大家 给予多勇气 有勇无懼 这段时间可能只见到 一些疫情的数字 有些人都会害怕 但我觉得想一下 如何和疫情去共存 接受现在面对所有的事情 不论推出任何政府任何政策 想一下如何在这段时间 求生就不是求死 想一下如何去转变 转型 这个世界是天道酬勤的 有付出一定会有收获 不要放弃就可以了 我想现在很多做生意的朋友 都有一个信念 就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一刻 这个风浪是一个全球性的风浪 是 没错 真的没什么人 连大洗牌 连股神都说 其实我都没什么 几多次经历过 这样的风浪 很多做生意人 现在都有一个概念 就是什么呢 如果我这次这一关 我公司都过得到 以后我公司的发展 应该前途无限的 因为过不了的公司 就会在这一阵里面 太弱流强 真的太弱流强 就是很多现在身边的朋友 在做生意 都是在这个概念 我一定要捱过这一关 捱过这一关 之后呢 不可以说风平浪静 好像你这么说 做生意有高有低的 不过发展应该是会更加理想的 因为公司的根底 已经越来越壮大了 所以大家都有一个信念 刚才说到 最重要是一个合作 和提供 在这个时间 是不是应该多些做生意人 出席多些不同的活动 可能实体活动的商会活动不行 但也网上活动先 大家先建立多些关系 这个是否一个方法 也是的 比如一些网上商会 其实都是一直在进行 是没有停的 大家都说回自己最近的经营情况 还有需要什么引战 或者公司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 筹谋 看看其他的做生意的朋友 有没有一些可以互相引战等等 其实不很难 因为以我所知 有很多商会可能早早很早 有时晚上可能很晚 就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懒 要努力一点 就是我可以跟不同的商家 继续一个关系的话 其实对自己公司都是好的 我经常听有很多行家所说 这段时间很需要就是开源截楼 比如刚才大家所说 在疫情期间 依然有很多网上商会 是可以继续在里面 大家可能说回最近的状况 还有没有新的生意机会 某程度上都是一个开源的方法 截楼方面 我见有很多公司 其实本身可能有一个实体公司 或者实体店舖 慢慢都将它变成一个网上化 又或者将一些 比如很多人手需要做的东西 都可能是电脑处理 用AI去处理 所以我觉得开源截楼 这个很传统的策略 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更加重要 希望大家把个时势 因为有时候有些事做生意都是逼出来的 可能你是做传统的实体店生意的 在这个时间政府有不同分页 就是试试申请政府分页 开多些网上渠道 因为有些消费习惯改变了 就可能成为未来的趋势 希望在这个时间大家共勉之意做生意的人 要见多些朋友 希望找出一个新的出路